今天想說一下回流這個問題 最近很多人都在講這個議題 很多人討論 為什麼呢? 其實事源有一個Youtuber 移了去台灣 他一向的頻道都很正面 雖然說有很多困難 但是他們都一家人移民了台灣兩年左右 最近收拾東西要回到香港 這個引起了很多人關注 很有趣 因為頻道又不算很大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看到呢? 因為上一陣子你看Youtube 全部搜尋的那些 頭幾位大眼的影片都跟移民有關 所以這個是其中一個現象 歡迎來到這個妄想世界 這個是我自己的親身經歷 未必是代表對的 我這個頻道也不是說說對和不對 應不應該做一些事情 只是給大家一些參考 因為移民我又去了不同的地方 住了一段時間 澳洲也住過 加拿大也住過 加拿大也住了一年左右 澳洲也住了六七年了 香港也住了很久 香港是其中一個住了很久的地方 那 因為2019年 那些運動之後 很多人說要移民等等 那 究竟好和不好呢? 有什麼好有什麼不好呢? 但是 好不好就是很個人的 我覺得 有人是覺得有歧視 有人是覺得完全沒有的 那 有些人 如果英那些都說 當地是沒有歧視的 你跟別人說什麼都可以的 那 其實那個 那個理據很簡單 當然 每個人不同的 融入的社會是不同的 有人說口音不行 都要聊天 其實是的 但是真的 家庭聚會會邀請你 應該就很少了 那 為什麼你在報紙又看不到呢? 有些這樣的聲音 其實很簡單 香港也很少聽到 有一些南亞裔人士受人歧視 你也很少會聽到這些 因為這些是不能夠說的 只可以意會 你意會 別人不太想跟你說話 不太耐煩 不會跟你做真心的朋友 這些是意會出來的 不是說 不是說這樣說 或者報紙不會報這些 還有 南亞裔小數字會來到 有很嚴重的 不利 是這個事實 因為始終沒有什麼支援 中文又難學 這些是事實 所以你看不到這些報道 是不奇怪的 因為這個世界 大多數的真聲音 都是聽不到的 所以是很需要大家去支持的 很需要大家去支持的 按個Like 讓Google的演算法 讓更多人看到 即是去做一件事之前 可以參考更多意見 不要只聽了 Sales 移民公司的意見 為什麼我會這樣想呢 每個人都離開 那你自己害不害怕呢 其實是這樣看的 因為我也認識一些 專門搞移民公司的人 後來他跟我說 他的女兒都是在加拿大讀書 進了移民局做 但最終他現在又二次回流回來香港 做什麼呢 也是做移民生意 因為他記得二十幾年前 也是做移民生意 現在下一代 也是回來 賺回香港人錢 也是做移民生意 所以重複重複這些事情 是一樣的 很類似的 幾十年又會重複一次 所以你說回流 我覺得不奇怪 我不會期待 完全不會回流 這些人不會回來 我不相信這件事 因為當時也是這樣 有很多人都會說 這次不同的 很多不同因素 當然社會是正在走 它會變的 但是也極其類似 這位Youtuber 我也想支持一下他 我也有看他的影片 因為我看到他當時 真的受了很多壓力 那他為什麼回來呢 他就說 申請了 也住了兩年 現在又說要等完又再等 那他的朋友呢 都做到數 他說新制和舊制 因為他是舊制的最後一批 但是有人呢 就踢爆 就說 因為當地 就已經馬上回應了 因為當地呢 竟然也有看 有看他去Youtube 那他就說呢 當地的回應就是說 他用一間移民公司呢 那些數呢 有些 就是 有些 不是很合規的 所以在這段 大家要知道 找移民公司 大家要小心了 有些移民公司呢 就教你一些 捷徑的方法 那其實呢 沒有什麼有捷徑的 我覺得 就是當地 要求你做些什麼呢 你最好就是 真 真材實料 那些事情真的有做 那我不知道他裡面是怎樣的 但是他們回應就是 會 將這個Case 再重新 審視過 那還有呢 就 究竟是不是移民公司出錯啊 還是 但是 當然 裏面條數 真 還是假 我就不知道 這些全部是揣測的 純粹揣測 但是 台灣那邊呢 就 親自出來 回應說 如果有問題 可以聯絡他們 那他就說 聯絡不到樓主 這樣 但是 看了這幾年 真的很有趣 就是 走來走去 香港人 首先走馬來西亞台灣 這兩水 最常見的 馬來西亞只是有個簽證 MM21 MMH21 好像 那 接著 截了 截了 沒得去 現在要越新 好像被動收入 好像要八萬元 被動收入也有八萬元 那那些人為什麼要去馬來西亞呢 那他個個走了 所以那些人全部都轉了 你看到馬來西亞樓 投資那些就絕了職 又沒有了 接著就轉了去做英國樓 那 那 其實這些是油木民族 我覺得 現在因為科技不同了 有些人可以 在外國拍Youtube 多些影片 去了別處 拍 可能多些人有興趣看 但其實都是在 那些觀眾 基本上都是香港的觀眾 因為他們的target 就是有些去還是不去 那些 十五十六的想看多些資料 那就是 特別暴聲 那 但是我想說 那些人走來走去 走了台灣 馬來西亞 沒那麼多錢那些 接著就 有一批又走了去英國 最近放寬了BNO申請 那這些油木民族呢 其實全球都有 就是自從呢 就是 就是 Youtube開做這個 Business 的時候 就是可以維生的時候 那 就很多人呢 就 就靠一樣的 試一下呢 就行不行了 那個view數夠高 但是其實呢 上去呢 也都比較 就是跌得都快 你看到 就是我也都看到有些 嘩試了去馬來西亞 跟著呢 突然間就轉了去英國 那些view數都轉變得大 就是因為 你看開那些info 突然間都沒有了 就是 他只會隨著 社會跳來跳去 那樣 但是這個是 全球的趨勢 其實很多人呢 就是自己在 這個地方 他又不喜歡 就是喜歡 永遠覺得別人比較好 那他就跳來跳去 那 不跳的那些人呢 就是跳的那些人 就會說那些人 井底之蛙 你整天都在 是吧 你怎麼看到外面有多漂亮 多大呢 那當然 這些永遠都是有偏見的 就是每個人站在哪裏 就會怎麼想 我覺得是對的 是對的 但是問題就是 你找到你自己 適合的地方就可以了 一個地方你用不完 就是 對我來說 香港 這麼多 種 級別的人 都生活到 所以用不完 就是對我來說 我沒有這種能力 去到這麼黑苦 做這麼多事情去移民 我覺得很煩 我們也去過了 尤其是 我剛剛聽到一個 今天想分享兩個個案 一個就是 那個 有一個我老婆的同學 他就說了移民很久了 最近問他是否移民 他就說 買樓 那些樓價跌了 那個價錢還沒在他心目中 那他就不走 那我首先 第一個感覺 我就覺得 這個是藉口而已 說真的 如果你要離開 你便宜多少錢都好 你都買了樓 你隨時可以走 因為香港的樓價 是人家的兩三倍 你去一些偏遠的地方 一定能買到樓 我不相信他買不到樓 但是問題是 生活的部分 就比較貧困 因為可能兩個都不做事 加上一個女兒 那就挺困難 而且我覺得他聽了最近的報道 開始有些真實聲音出來 開始按住了 原來那邊的物價升得很厲害 租金也升得很厲害 每樣都升了 那加上英鎊又大跌 那英鎊大跌 其實是鼓勵一些人去的 但是其實他的價錢又加上去的 所以就不是說 只是看英鎊跌了是一個主因 他看到其他生活成本貴得很厲害 他們就開始猶疑了 所以有一批人 更加多人是猶疑中的 那又有人去加拿大 說加拿大比較多元文化 沒有什麼歧視的 那 於是我就分享第二個Case 就是有一對夫婦 移民了加拿大 然後回流回香港 他說自己有生意有樓 但是都60歲了 他就說 但是香港科技很先進 那 另一個人給他一個評論 就是 蛤?香港科技先進? 不是吧 這樣 他說 那支付寶 他就拿支付寶來講 那 他就說 喂 外國也有很多的平台 Argos Ebay 其實一早已經有了 而且他說醫療科技 那 你知不知道現在的醫療科技 全部都是在加拿大 或者是美國的機器 那 他說 外國還先進 那 這句話就好像很適合 那盲點在哪 我想說說 那盲點在哪 就是 就是 因為最近 我家人就進了床 進了醫院就大收 最近 剛剛出回來 然後 他是QE QE 是超級快的 他那天就是中了COVID 一中了 是馬上進去的 他年紀不小 那 很大件事 但是現在過了一關 那些醫生很足 看得很足 所以 你說 你沒有醫療儀器 不是 香港其實很先進 歐美那些 多先進的 香港其實都很更新 所以 我們不用研究 我們買回來就可以了 其實這個東西是一樣的 你說 我們是不是要研究到最先進 才能用到的東西 不是 其實有錢就能買到 這些機器 但問題是 你有沒有資源 因為只有一部機器沒有用的 你還有醫生 還有醫護人員 那 你可以看回 其實英國那邊 喂 就算是醫療技術好的 你可以看回NHS排隊的狀態 如果非緊急 已經超過了十八個星期 要等 十八個星期 一個月 四個星期 你想想 你要超過一年以上 你要等 等到証來 都拖不了 等不到 所以有些移民了 譬如我認識 有些人在德國 特地回到香港看 有些人在英國 也會發覺 原來要等很久 家庭醫生 完全預約不到 小事自己搞定 甚至我聽到 有些人爆了血 他都自己 自己回家 找些膠布貼著就算了 因為你根本 不容易獲得這些資源 就算是好 但你排隊排這麼久 你又能不能用到 就是這個問題 還有上次英鎊急跌 那一下 搞得退休基金差點破產 那一下 你也不是說不厲害 所以有時候 看上去是對的 但你想清楚一點 就算那裡先進跌 你能不能拿到 是不是排隊到你呢 如果大家一起排隊的話 什麼時候又到你呢 如果你想清楚一點 其實很謬誤的 你想清楚一點 又不是這樣看的 你能不能拿到 這些服務 其實這些資料到處都有 NHS的資料 自己可以去看看 好 所以 遊牧民族 這個是趨勢 大家都不滿意自己的地方 很有趣 喜歡走來走去 另外 所以 我就說 很多東西要配合 現在大多數的人 都走 其實有兩樣東西 今天我講到這裡 就希望 大家在下面留言討論一下 其實我一早已經有說 英國有些 什麼問題 如果你移民的話 真的要考慮一下 但是我想說 第一 很多人就說 口罩 最具爭議 為什麼中國和香港 都還是有口罩 這個 但是我又想 說一個真實的情況 給大家聽 因為我有些親戚 剛剛去完韓國 剛剛昨天回來 他們去玩 都要 都要戴口罩 當地人都戴口罩 雖然政府沒有強制 但他仍然戴口罩 如果去日本玩 你會發現 有些地方 都要強制 有口罩 所以 其實 你強制 和不強制 都要戴口罩 那些人自己都知道 要保護自己 所以我又覺得 戴不戴口罩 這是一個習慣 還有 清零的政策 就是 有些人 就給他建議 就是這位 做餐廳老闆的人 他說 你不如回加拿大 加拿大 沒有清零 最低限度 你做生意 不會突然清零 你生意死了 這樣 我又想說 現在清零的時候 是很多人虧錢的 這是事實理的 但是 這個清零 始終都會過 我們去好的一邊想 因為我經常去好的一邊想 這些不是永久的 我再給你三四年口罩 和這個清零 始終會完 有個時間會完 病毒 會慢慢淳化 始終都會完 雖然現在還沒完 但我始終都會完 如果完 這兩個問題 都不是問題 首先 這個問題 另外 就是說 有些人說 有些YouTuber教他 就說 你不如 你香港你不捨得 可能加拿大生意更好 這裡已經是大錯特錯 那些人沒有做過生意 才會這樣想 我們做生意 你就知道 你搬一條街都不行 我甚至在附近 再開 效果都 有一點 幫到手 但是當你去到隔離島 我之前是一邊做香港區 九龍我試過開 其他地方我試過開 其實你沒有助力的 你差不多要打兩三年 都沒有什麼看 你還不要去一個文化背景 所有不同 口味全部不同的地方 是多麼多麼多麼困難 所以呢 幻想是很容易的 但是實際下去做 很難做 稅率啊 人工成本啊 那些燃料費啊 納納納納納納 你做不到 所以 不是 你說就容易啊 人呢 可以很正面 就像這位仁兄那樣 去台灣很正面 但其實裡面 我看得出很負面 其實 如果真的正面的人 是從來不講自己正面的 其實都是 只不過是 喂 喂 我又不覺得這麼差啊 這樣而已 我到現在都是這樣想 最後 有些人第三個 考慮就是 會不會說 去那裡讀書好些啊 等等啊 其實 就分開兩樣的 我那時候去讀 是沒有人 大部分沒有人留下的 你可能 你可能九成的人 九成半都會離開 我只有幾個同學 就是整個 Engine Faculty 只有幾個同學 是留下的 他們就是讀Master 那類的 當然啦 留下留下也好 不留下也好 因為 其實你讀完之後 你真的拿著學歷回來 比較有優勢 但是你留在當地 就沒有什麼特別優勢 這是事實來的 我想說 當年還是仍然有優勢 因為當年的技術 是差很遠的嘛 但是現在 那邊裁員裁得很厲害 你看到很多大公司 大科技公司 都炒得很厲害 那你還有沒有優勢呢 又是另一個問題 最近還有一個晶片戰 去到升級 就是美籍華人 不可以在中國的公司打工 哇 這個真的很搞笑 所以你去外國讀書 是不是有優勢呢 還是你的劣勢呢 又很難說 所以我經常都說 教育不是全部 因為現在 我們又在鬥另一件事 我不在這裏說了 但是今天主要是說回流 當然啦 你回流也有你的原因 不回流也有你的原因 但是千萬不要覺得 一件事回流就很壞 我覺得未必的 回流有什麼不對 不對這個地方就走 有什麼期間 不對又轉去別處 但是我真的 看到一些都挺慘的 就是我看到一些 有一個女孩子 我看 沒有什麼人看的頻道 我看著她 她只是在英國 她是一路一路北上的 總之不停地搬 一路隔幾個月又搬一次 隔幾個月又搬一次 那當然啦 人生是很開心的 你可以看會不同的地方 你可以周遊列國這樣 但是呢 人生是短暫的 你最賺錢的 其實只有十幾二十年 如果那些時候 你不要打好自己的根基 穩定一個地方去努力 是很麻煩的 我只是想說這件事 希望大家細心去想想一下 人的黃金時間其實很短 如果你花了很多時間去搬屋 想想一下這裏制度 那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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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好些 搞一大輪呢 對我來說 我不如做好自己的事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人走 我都沒有走 這是我自己的意見 我希望 其實我希望 所有人找到自己喜歡的地方 這是最重要的